从现场的气氛可以发现 社区以伴喜事的心情来迎接流民传隧道的重新开放 很多人都说等好久了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除了副市长邱佩玲 文化局长江廷梅 议会方面由议长佟子伟率领 包括前议长宋伟丽跟多位市议员都到场 共同来见证祝贺 这个设定古迹流民传隧道 是台湾第一条的现代化铁路隧道 也是全国仅存的清朝时期的铁路遗址 现场也特别安排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旷雨天开来纪念这个重要时刻 今天是佳人你在搬洗室 因为流民传隧道有135年的时间了 它是由清朝到日记时代到民国时代 那这个隧道有经过一直在维修 总算告一段落了 但是碍于交通的不方便 所以现在只有开放 礼拜六礼拜天有导览 要预约 最多30个人最少10个人 希望兼顾生态的保育 还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文化的美 再一次我真的就在这里 让我看到背后这么美的东西 可以在台湾呈现 还有历史文化的故事 再看到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你们是催生者 亦会是预算的通过者 也谢谢文化局这么辛苦把它完成 当然更谢谢后面的团队们 这个隧道我们真的是期待又期待 当初也因为一些工法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开放日期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往后延 那一直希望好难得的一个 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古蹟 希望能给它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 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后面军方的土地 甚至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那个美洲阿姨 英哥里里长在这边 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如果可以把这边跟英哥里的 廊道串起来 甚至可以直接串到巴督 巴中巴西里那边去 目前它是台湾仅存的 清朝时代的隧道 那我是希望说 中央能重视这个古蹟 那看能不能补助家人里 在家人里的周边在建设一些 让游客来的时候 可以半天的时间花在家人里 这样才有前景 我们的家人里的王贵梅王里长 跟我们安乐区公所 其实也非常用心 因为这个流行团隧道 一旦开放以后 我们希望可以延伸 它的观光价值 所以也有研究了我们这一条 就是整个家人里 崇德路等等这个山的步道 要来怎么样来规划 我们安乐区的崇德路 以前就是清朝铁道路线 这可以是我们 说是我们城市 非常珍贵的文理 还有记忆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游民船隧道旁的登山步道 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 石球岭砲台 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 山海城的一个景致 所以我们将游民船隧道 与石球岭砲台 如果两者串联 让基隆的战争史 交通史 城市发展的历史 也可以更加立体 据了解 试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 98年起封闭隧道 文化局在108年 进行古迹修复工程 111年 接续进行光环境 以及入口意向的 行塑计划 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 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 目前服务时间是 星期六星期天 而预约导览的表单 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